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16日 星期三 今天就是2019年6月16日 200萬人上街 的兩週年 這節要跟大家說的是香港政府 港共 最害怕的一件事 這就是6月16日 預備200萬人上街的大遊行 之前的晚上發生了一件事 令到 這個港共政府 永遠埋下了一個 永遠無法忘記的炸彈 這個炸彈 就是梁寧傑 梁寧傑在6月15日 即是 昨天是兩週年 在太古廣場外 墮樓身亡 結果 越是港共政府想埋藏 想人家忘記的事 香港人越是告訴他 我們不會忘記的 一直 就是在兩週年 在梁寧傑逝世兩週年 全香港有大量的人 就是悼念這個死者 絕對是香港政府最害怕的東西 就是 梁寧傑可能是為了其他人 離開了我們 但是 在生的人 就是為了已經離開了的 他 就要繼續追查 繼續追究 在很多悼念的燭光 以及悼念的自居裏面 很多香港人寫了 梁寧傑先生 我想告訴你 我們沒有放棄過 我們香港人 等重光的一天 重光的時候再見 梁寧傑可以說得上是 整個 反送中運動 時代革命中 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犧牲者 第一個付出性命的人 當然他不是唯一一個付出性命的人 但是無論如何 梁寧傑也成為了整個時代革命的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 象徵 再詳細跟大家分析 港共埋下這個地雷 到底甚麼時候會有朝一日會爆到他都控制不了呢 其實當日他都已經控制不了了 2019年的時候 當時的地雷就已經 開始爆破了 詳細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兩個頻道節目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記得繼續開這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幫我們 看廣告 點擊廣告 無限loop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 播放星期二得道 我也是在做這件事 打開電視 播放YouTube 從早播到晚 我也看到廣告是越來越長的 開頭一分鐘 整一下整一下就給你一些5分鐘的廣告 再有20分鐘廣告 所以用無限loop大法 不會阻礙大家 聽節目 所以可以聽完節目 繼續打開 星期二得道 節目清單 讓他們一路一路播放 即使香港就是有國安法 但是 對市民的打壓 市民一樣也不害怕你 如果連出來悼念 都會害怕 都會被你拘捕 道德力量就在市民的這一邊 出來悼念 雖然港共政府 香港黑警 一樣想盡辦法就是要拘捕 但是一樣無阻 香港市民 就是兩周年要悼念 悼念這位烈士 梁凌杰 結果昨天6月15日 悼念的活動 遍地開花 在美孚巴士總站 也有 在巴士總站的地面 也有人在 地上噴了黃色的雨傘圖畫 也有人在太古廣場外悼念梁凌杰 也放下黃色的雨衣 也有市民戴著威殺的面具 也戴著 黃色的雨衣 在現場悼念 也在現場獻上鮮花 這就是最重要的訊息 我認為 一定要告訴梁凌杰 我們不知道信息能否傳遞到給他 但我深信應該是能夠傳遞到的 要告訴他 我們不要放棄 我們唯一最能夠幫離開了的人去做的事 其實就是繼續去完成 他想做的事 所以這件事 香港政府 為甚麼我會說 這個是香港政府 永遠都沒有辦法跟隨的一個永遠的地雷呢 這個地雷到最終 我認為一定是會擊潰他的 實際上中共也是一樣 六四大屠殺 這個責任你永遠都逃避不了 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 你殺了那麼多人 梁凌杰絕對是第一個 被香港政府殺死的人 這件事 香港市民 一定不會放過你 一定要追究到底 我們看到大量的獨裁政府倒台 通常都是因為這件事 中東莫里花革命 也是因為一個學生 死了 然後就觸發整個 這個莫里花革命大爆發 大量的獨裁者就是倒台 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 時代革命其實 行進到今天也沒有停過 大家清楚看到了 6月15日兩周年 全香港市民出來就是繼續悼念 不會因為你的 疫情 不會因為你的限聚令 不會因為你的國安法 大家就會忘記梁凌杰 你死了一條心吧 大家也不會忘記當時梁凌杰 墮樓 死亡 當時掛著一條橫額 穿著黃色的雨衣 橫額上面寫著黑警冷血 林鄭殺港 林鄭不單止殺港 還殺香港人 這個責任 其實追到天腳底 也要繼續追 就算林鄭你 中共還沒有倒台之前你釘了 其實一樣是要追究到底的 你不要以為你釘了 就不用付出代價 現在港共的這班人渣 全部就是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外國讀書 送去外國留學 送去外國移民 自己打算一把年多了 可以做盡壞事 為所欲為 全手鮮血也不怕 你以為 香港人一定會再追究你 你以為你們釘了就沒事 林鄭月娥 你跟香港人的仇恨 絕對沒有可能磨滅 絕對沒有可能忘記 基本上你 近乎是親手殺人 實際上你也是親手殺人 跟大家說說香港的情況 6月15日入夜之後 周圍獻花的市民相當之多 在每個 悼念的地方最少見到都是過百人 香港市民非常有秩序 好像當時周子樂過身 一樣有大量的市民去悼念 香港人必須要記住6月15日這一天 其實還有太多日子 我們要記住 包括6月16日 即是今天 200萬人上街 當日也包括大量的人 就是要獻花給梁凌杰 當時就使得 這個 金鐘的太古廣場外面就是 有極大極大的人籠 大家都想去這個位置獻花給梁凌杰 事實上6月15日發生這件悲劇 梁凌杰 死亡 離開我們 確實使得 6月16日的大遊行 可能使得人數 大量增加 也使得 這個 道德感召大量增加 梁凌杰的做法可以說近乎是一個以死相間 當然這個事實證明就是對著一個人渣政府 對著港共政府和對著中共 這個不是好辦法 但是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 曾經 有人因為 這個 送中條例 要付出性命去反對 我們確實不知道梁凌杰對於往後的時代革命 他有甚麼看法 但是我們可以深信 他一定會站在香港人的身邊 所以這件事的力量是相當之大 我們很多時候 大家想想 原來我們 人生 用很多時間 都是幫不在裏的人 去做一些事 所以 6月15日 6月16日 其實也是要告訴中共 告訴港共 我們完全不要忘記 你以為禁停了 以為通過了國安法 因為疫情各方面 加上每次就是清場抓人 嚴厲打壓 法律迫害 檢控 用盡各種卑鄙的手法 迫害市民 但是現在清楚告訴你 全香港的人 在全世界 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 我們深信 最終能夠擊倒中共 以及港共 就是這一種力量 我們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 會